约阳镇是七纪光天才的军事创造之一 他将数种兵器的长短攻防优势结合 共同对抗凶猛的倭寇 实际上他只不过是把以前的兵器重新组合了一下 那么以前可能是比如说一百个长枪手编成一队 那么这个一百个短刀手和藤牌手编成一队 这种大编制很适合北方作战 当然让南方就不行 所以七家军呢他从最基层的小队开始 他就是这个混编的 阵型中几个兵种左右对称两相配合 这种态势也是鸳鸯镇名称的由来 狼线摆在鸳鸯镇的前端 作为头盗屏障抵挡窝寇的正面进攻 稳住全队的阵脚 执着廉价的狼线是否能克制住锋利昂贵的窝刀 这是两种风格迥异的武器之间的脚梁 从你一出阵呢就要把这个狼线的尖指向对方的胸口 对这样的让他不能近身 这是狼线最基本的姿势 然后呢这个明朝的这个赏格里 他值三十两银子 如果你把他给杀了的话 所以你得永远对着他 是狼线摆在鸳鸯镇的前端 哇 居然砍断了 从这个地方看的刀还是很快的 因为它切的这个断面非常平 然后你再把狼线向前伸 对 已经斩断的狼线 你拿到尾端的时候 你看它切掉的正好是差不多这么长一段 现在基本上又暂时还能再抵抗一阵 再来一个回合没问题 如果说它要等到切到这的时候 就实际上它需要做好几组P4的动作 这个时间足够两亿的这个队友来解决问题的 本身这个武士刀啊 它呢并不主张的这么多的去斩击对手的兵刃 但是像这个狼线的武器呢 就迫使这个可能是武士呢 就选择一种不适合它自己的一种斩断方法 对 然后等到后期再出现铁狼线更不好 对 对 那它砍也不能砍 与长枪相比 狼线的众多侧枝发挥了作用 窝刀的上部攻击无法实现 迅速扫清大量枝条也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凭借长枪所不具备的防守功能 狼线挡住了窝寇的灵力攻势 出身农户的七家军战胜了日本的职业武士 配合不同的战场态势 鸳鸯阵的队形可以做出相应的变化 也就是变阵 鸳鸯阵的基本阵型形态狭长 适合齐驱的地形 当地形允许 鸳鸯阵展开成左右两武 称为两仪阵 每一武都攻防兼备 那这相当于人的左右权 可能有一边是防 一边是攻 就是齐政 不知道哪边是 这由指挥官来变 两仪阵还可以前后排列 称为小三财阵 在战斗时形成纵身 那么它既可以用来进行纵身进攻呢 也可以就是说在前面牺牲的时候 又建立一道防线 进行防御 鸳鸯阵的另一个变形是三财阵 所有人员横向展开 中间防御为主 左右形成加工 所有负责防御的兵器全在中间负责防御 而这两边呢 就像这个螃蟹的两个钳子一样 是负责杀敌的 七家军手持狼线 配合鸳鸯阵法 克制住了锋利的窝刀和窝寇的刀法 全尖了这股劲反的敌人 狼线由于对窝刀的克制功效 在此后的抗窝战争中也屡见齐功 一只窝寇一看到七家军的这种武器和阵势 就恐惧的肝胆剧烈 经过七级光和七家军的奋勇战斗 浙江福建沿海的倭寇先后得以肃清 明朝东南海江恢复了平静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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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一一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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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一